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最近官方出了一个送SNK英雄的活动 相信很多玩家都参与了 这个活动很简单 几天就可以拿到对方SNK英雄的宝箱 目前SNK英雄有三个 分别是纳克露鲁、狗友金和不知火舞 那么这三个英雄该怎么选呢 下面听维哥来分析分析 第一个,不知火舞 这个英雄操作难度在三个英雄中算中的 其中最麻烦的就是火舞的被动技能 初次接触的话不容易掌握 玩着玩着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了 不过多玩几次还是很容易掌握的 火舞要靠二技能消耗 然后早准时机用大刀秒能 火舞适合有耐轻的玩家 因为秒能之前要想办法消耗敌人 才好一套秒能 而且掌握这个英雄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你没有耐轻的话 估计玩几次就不想玩了 第二个,纳克露鲁 纳克露鲁的操作算是 第三个英雄中最简单的 他的技能爆发性伤害也是三个英雄中最高的 所以说他比较适合喜欢简单粗暴的玩家 不过要玩好纳克露鲁 首先要掌握好示范技能的顺序 比如可以先大刀起飞 然后用一技能标记对方英雄 再用大刀砸下去 下一叠二技能 这样一套打出去 对方不死也没抓起来 第三个,纳克露鲁 纳克露鲁操作难度算是 三个英雄中最难的 因为他的一技能是缓向操作 对于路人玩家来说很不习惯 但那些技术大神却偏偏喜欢这样的英雄 所以如果你不是技术很厉害的话 可以建议你在前面两个英雄中选择 当然你想挑战自己技术的话 也可以选择几有金 那么小伙伴 你们会在这三个英雄中选择哪一个呢 对方交往就不决定 我们会在这三个英雄中选择 对方的敏彩 你分开 感谢观看